未来一周的天气概况 我们请记者讲邦彦告诉大家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预测显示 本周仍是东北季风形态 大致而言全台呈现东与西晴的天气 虽然座一开始气温回升 雨势趋缓 但银封面东半部仍有明显凉异 以及短暂雨的发生 花莲这边地方 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雨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银封面 所以整个花莲这一周 大概天气会受东北风影响 所以局部地方银封面的地方有一些雨 然后从26号一直到31号 中间可能就是29、30 我们刚才看到29、30 梯度密度可能比较少 所以它的风比较小 所以它可能在银封面的地方 云就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周的天气 大概都是有一些阴有雨 局部地方可能还是比较容易下一些 比较短暂雨的地方 然后温度 我们再来看一周的温度曲线 这一周的温度曲线 高温大概都在27度 然后低温 早上最清晨的时候 可能都到20度左右 所以你早出晚归的时候 基本上会比较冷一点 所以早出晚归的 一定要适时添加 不外套或是适时预寒一个情形 28、29日东北季风略微增强 东半部偶有零星短暂雨 夜晚明显较凉 而30日后水汽略增 东半部伴随局部短暂雨 提醒民众这周出门可携带雨具 添加薄外套避免着凉 记者长帮演 猴灵师报导